我们待会呢 当然第一个我会希望做出 首先第一个 这个标准体重 可能你可以用几个方法先试做看看 那这个标准体重 如果你用那个 内建函数 里面当然你可以 这边有个公式 身高的平方 乘上22 再除以1万 就是这标准体重 那公式在这边 所以身高在这里 的平方 所以平方 那你就是 平方 然后再乘上多少 乘上22 再除以1万 就会是我们的标准体重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有判断男生跟女生 如果男生的标准体重 是再把最后的这个标准体重公式 最后的结果再乘上 等于是110% 等于是乘上1.1 如果女生的话 是乘上1.05 就是说男生的标准体重 他可以有一% 就是一成的 这个这个 然后那个女生的话 稍微少一点点 1.05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样像这样的公司 先做出来 那当然 我想有至少两种方法 一个是你用内建函数 做做看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我们再来就是要用VBA来做 那VBA当然 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产生按钮 按钮的话 当然你按下它 自动全部帮你做完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也一样插入函数 不过这个函数的话 是制定出来的 制定函数 也是用VBA VBA两种形式 那做完这个部分之后 我们再来就是要延伸出去 可能就是慢慢在 往那个我们问题01 你可以把这个问题01 里面的程式码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延伸出去的 这个是公式 最后的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VBA部分 尽量自己先试试看 那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做出一个 类似像表单 比如说你今天呢 这个是个会员系统 那你希望让 可以输入 不过特别注意 就是输入的时候 因为我发现 蛮多企业 内部的问题 就是说 那个给一般的user 输入的时候 他们就乱输入 那你输入回来的资料呢 发现奇怪 问题一大堆 那你要去为了 这些问题 去解决问题 那你为什么 不在 给他输入资料之前 限制他 能够输入什么 不能够输入什么 所以如果你要限制他 你最好是给他一个表单 那表单要怎么做 那待会我们 待会的话会需要 第一个 如何设计一个表单 第二个呢 显示出来 跳出来 然后呢 让使用者输入完之后 按个确定 自动帮我把 这五个资料 分别 产生之后呢 也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这边 假设我有个新的会员 他来 那请问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你量一下身高 量一下体重 你的性别 应该看得出来了 OK 然后呢 再自动产生标准体重 那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呢 在第二个重点 也许就是 如何利用那个VBA 帮我们产生一个表单 那这个就是一个 输入自动化 的一个设计 那再来当然 输入完之后啦 比如说现在这些资料呢 全部都在 你的Excel里面 那也许啊 你前端的业务人员 很多个 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的会员 可是最后会有个问题 说 那我怎么把它整合在一起 整合是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 你的Excel 那当然 以往的做法也许是怎么样 可能大家共用 在往方上面开 那你自己贴上去 这倒也是一个方法啦 不过这不是好方法 为什么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权限上的问题 或者是 因为Excel本来 它就不是做共用的 所以你拿来用 当然是可以 可是不适合 OK 那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通常我们会 也许利用资料库 那资料库部分的话呢 当然比较常见的 也许是SS 那可是问题 Excel跟SS 虽然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 但是 毕竟它不是同一个软体 那问题 你要怎么样 跟SS做沟通 OK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阶段 我们待会要讲的 如果跟资料库沟通 那当然资料库呢 不是只有SS啦 还有很多家 而且还有更大型的 而且还有网路型的 像SS 它是一个档案型的 它是一个档案嘛 那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是要网路型的话 因为我前面好像讲过 可以用MySQL 那MySQL的话怎么做啦 不过MySQL更困难了 这个也伺服器啦 已经是一个 Database的伺服器 那这个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把这个档案 先开起来 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逐步的再 再来把这个部分 一个一个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VPS优点实在是 太多了 第一个当然你完全不用 不用安装 打开来就有了 这个我想其他软体里面 应该是没有 像光 现在 程式开发最好用的 应该是Visual Studio 应该没有 没有问题 可是光Visual Studio 安装起来 至少要30GB的空间 而且你要把它跑起来 至少第一次执行 恐怕你电脑如果不是很高档的 恐怕跑起来要好几分钟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VBI写 完全没这个问题 完全不用安装 打开就有了 但是你要一定要知道 那个什么 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不是预设的 但是打开它应该是发现很简单 还记得吧 你们要回到家 找不到那个 不过2007在常用 可是如果2010的话 是在 这个大概也差不多这个位置 有一个开发人员标签吧 我们2007是这边 把那个什么呢 这边有个开发人员标签 打勾就可以了 它就出现了 完全不需要做安装 而且不需要做设定 所以你像那个 比如说Java好了 或者Python好了 或者R等等的 哇光环境要装起来 哇那真的是非常复杂 OK也不是说 一般人可以胜任的 另外 E-Sale VBA 它跟E-Sale完全match 可是如果你今天 用别的开发工具的话 你光要存取E-Sale 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要转档 有些开发环境 它没办法直接 开启那个E-Sale 那怎么办 你可能要把E-Sale再转档 转过去给它 它再转回来给你 多麻烦啊 VBA的话就没这个问题 所以我感觉 但也不是因为我教VBA 我才这样讲 其实我也不只教VBA 我其他语言我也都教过 那最后发现 写来写去最简单 还是用VBA写好了 不然的话 光要把那个环境弄起来 哇 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OK 所以它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再来它的城市语言 跟其他的开发环境比起来 已经算是最简单了 但是虽然已经是最简单了 不过对于一般 从来没有接触过 城市设计的来说 还是一个 算是困难点 不过我们按部就班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标准体重 用函数的话 那我们公式 当然我们第一个用公式 等于按照上面的规则 这个的平方 平方 这就是一个 shib加6这个符号 平方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star 乘上22 再除以1万 OK 这个公式的话 我们就先把 不区分男女的先做出来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判断男女的话 那我的希望是这样 干脆把它剪下来算了 因为这个是我最后 要的结果 那我在这边 在第二阶段呢 在利用什么 一幅的逻辑 好 一幅逻辑 那做什么呢 判断男生 或女生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先假设了 我是以判断男生 为基准好了 OK 这个 如果我是判断男生 为基准 那我就把 刚刚的公式 贴上去之后 让它乘以多少 1.1 好 就是会多 百分之十 那如果是false 那就女生 那就是乘上 1.05 就多5% 一个多10% 一个多5% OK 好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让它 比如四舍五路 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 那我还可以怎么样 在外面包一个什么Round函数 我想这比较简单 就用那个Round应该是在数学吧 数学里面有个Round Round这个 它在数学与三角函数里面 那把这个贴上 取到小数点第一位的话 那就输入1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输入0的话是整数了 OK 那我们就取到一个小数点第一位 OK 好 按个确定 好 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 就完成第一阶段 所以这个是最后我们要的那个公式 那第一阶段 这个我想各位应该比较熟悉 做出这个应该没问题 可是第二阶段就是 请你把刚刚的逻辑 转换成VBA 那VBA呢 简单讲讲就两种 一种的话呢 就是帮我输出 有没有按一下它 第一个 另外一个清楚 第二个呢 就是插入函数 这边会出现使用者定义 那我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有性别 一个是没有性别 OK 那我就选第二个好了 性别 那如果说我今天给他升高 给他性别 他就会给我最后的结果了 OK 所以 当然 这个是转换成VBA 那请各位 先试着把这个逻辑先了解清楚 那同样完完全全 一模一样的逻辑 要把它转成VBA 反正以后 至少你 这个转换的过程 应该要 至少 要可以很快就做出来 这算是VBA的入门 所以 怎么样把这个底下的这个按钮 一先做出来 第二个就是 在这边产生一个制定函数 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特别指定的话 它会放在使用者定义 那 我是写两个 一个是只有身高 一个是有性别 如果只有身高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不区分那个性别 这个这个这个有错吧 没有选错了 应该是身高 OK 这个是没有区分的 那有区分的话 没区分 有区分怎么写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说用公式 先把它做出来 那再来就是你要去思考 怎么把它转换 所以其实 像我基本上 入门班的课程 其实就是要大家熟悉 至少你要熟悉 那个Excel里面的 常用函数这必要的 进阶函数你可能也需要 那第二个是 把以前你在Excel里面 做的这些逻辑 能够很快的把它转换成VBA VBA的两种形式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那做完之后 待会 这个结束之后 再来就是做表单